回來第四節的升旗易得道 我們剛才第三節之後就下去吃東西 休息一會 現在再次錄下 下半場 大家也記得要幫我們卡廣告 這個好像 以前麥當勞 很多年前麥當勞 你不知道買哪個包他會捐一毛錢給這個 異童癌病基金 好像買一個餐料券一毛錢 當然一毛錢就不多 但集益成求 好像你幫我們按廣告 可能也沒有一毛錢 但只有越多人按 集益成求 我覺得那個比喻是這樣的 可能形容會比較貼切 今天最新發生的事件 就是 馬來西亞的新政府 已經新了一段時間 五月到現在 現在可以變回 現任政府 正式就說要 中止還是暫停 凍結 這個叫做 馬來西亞東方日報 就說要 凍結第二家園的 計劃申請 不讓你的人再申請 因為第二家園是很簡單的 原來 在那裏買民意 買樓 之後再存 幾十萬馬幣 60萬或30萬 要求不高 幾十萬馬幣 那你就可以拿一個十年的簽證 成為一個 在馬拉 即是 變成一個第二家園 你沒有投票權的 你不是在那裏公民 不過你可以 十年就自入出入境 逗留十年 譬如有些人 可能拿著筆錢 想在那裏退休 可能也會 考慮這個地方 他那個情況 其實跟泰國也有一點遲 泰國就是 推出的 退休簽證 55歲以上 你就可以申請一個退休簽證 去泰國那裏 住 退休生活 因為泰國的生活指數低 相比歐美國的 令到很多 美國 歐洲很多的白人 去泰國 退休的 我們去巴提亞 我們去巴提亞 布吉 很多外國在那裏住 有些外國還要學泰文 在那裏住得久了 學泰文 變成了 地道人 那麼 這個馬來西亞 其實 這次的動作 其實之前也有些先兆 好像 他停了 之前一直都沒有正式說 但是就說 好像是尹尹尹 好像 差不多過多月前 在吹風 有說過 不讓外國人買樓 不讓外國人買樓 那時候說是 針對壁桂園的那個 不讓外國人買樓 那時候壁桂園在新山有個項目 填海做人工島 他就說 不希望馬來西亞土地 賣掉給外國人 就是這樣說 而最主要會買的人 其實只有中國人會買 因為他的樓價其實炒高了 炒高了之後 我們其實節目之前分析過 馬來西亞本地人其實是買不起那裏的樓 因為你只有賣給中國人才會出到這樣的價錢 馬來西亞人在買那裏居住的樓 這個是 20萬 至到三四十萬的 馬幣 一馬幣 換到兩元左右 即是 一個單位 七八十萬港幣 其實他們也覺得 不便宜的 如果超過50萬馬幣的那些 他們當地的人已經不賣了 這個情況像不像香港原荒樓上的樓 香港本地人不賣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那裏主要都是內地人買 香港主要的人都不會買到 所謂假豪宅 也不是的 現在都逐漸變成真豪宅 你看到有些投資者都會買那裏 因為那裏真的升得特別快 原因就是 他們看準國內人的 口味 那麼就揣摩國內人喜歡買什麼 他們就跟賣一份 軍臨天下 由兩萬元呎炒到現在六萬元呎 升了三個開 高位也升三個開 我們其實在馬來西亞 我們節目做過很多關於馬來西亞的分析 我們現在其實想深入一點 馬哈特 馬哈迪 上台之後 搞了一連串的動作 包括 叫停了龍身高鐵 吉隆坡去新加坡的高鐵 跟著 跟中國好似 很多合約都說要終止 我們當時節目說了 現在老馬 就是推行這個 馬來人優先 好像很多Donald Trump 好像全球都流行這件事 其實馬來西亞 我覺得他 最近才流行 不是最近才流行的 他搞馬來人優先 好像是六十年代 優先了很久 因為當年這個是有歷史恩猶 當然現在馬來西亞可不可以開局也害怕呢 就有點難度了 因為始終 對於這個整個大趨勢 我 特意去看東方日報那個新聞 下面有很多馬來人留言 他說 新加坡的領土比馬來西亞少很多很多很多 1%都不到 是不是 但是新加坡 是沒有限制外來人去買樓 任夠你買的 只是加稅 你肯給稅就來吧 新加坡也是有辣椒的 外國人買新加坡的物業也要給辣椒的 都要打得很重的 但是他任你買的 那為什麼馬來政府不是做這件事呢 因為說土地面積 新加坡幾百萬人口在這麼小的地方 他的土地比香港 新加坡的面積更小 相比馬來西亞只有幾千萬人 你的土地但是新加坡100倍不止 為什麼你要限制呢 這個其實是跟他整個國家那個 一貫的政策有關 因為 五六十年代 當時 五幾年好像是新加坡獨立 六五年 跟著 跟著 其實 關事 都是中國共產黨 說到尾 就算不是現在 是由以前開始 馬來西亞 自從有共產黨出現了之後 其實他一直都 對中國共產黨很防備 我們也有位 主持 芒向編輯部有主持 在馬來西亞 其實他 他也知道當地人 在馬來西亞的工作一定是被人打壓的 因為華人來說普遍賺的錢比馬來西亞多 所以在當地 一直都是被政府打壓的 很多事情都會先照顧馬來西亞 所以馬來西亞優先這個政策 其實 五六十年代開始已經有了 反過來 就當他做不到 他已經搞了很久 就是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的 這樣有點不同 因為 他不是馬來西亞的 是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 他就不是馬來西亞那麼簡單 他只是無銳 任一職都沒有 他也要計算種族 因為美國是不同的 美國是不可以這樣計算的 美國是計算公民的 美國是計算公民的 但是 他們這些不同的 譬如說我知道 他們有些 他們會分 譬如說你走去讀書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是有不同的 你是華人 是不同分法的 是 排隊不同的 他分幾類的 有馬來西亞人 有華人 有印度人 另外有一種叫 Eurasian 就是歐洲人 和亞洲 和運血義 是 他們有這樣的分 他們 那些隊伍很複雜的 他們說了 怎樣去排 排隊 但是呢 肯定是有差別對待的 譬如說美國 他不可以 看到你是黑人 就給你先 或者是給你後的 這個不行的 馬來西亞 也有那邊的網友跟我說 他就說 你如果是 孟格拉人 印度人 或者是菲律賓 印尼 在這幾個地方的人 你和當地人結了分 你的下一代 他就當你是 馬來人 或者叫毛銳 但是只要你是華人 即使跟馬來人結了分 你也是華銳 他直接是 把你 排除了一個 種族 你永遠 華銳 你都融入不了 馬來人 他永遠都不會當你是 馬來西亞的 一等公民 華人 永遠都只是 他就是在馬來西亞做二等公民 這個是毛統政府 之前留意下來的 而馬哈迪 或者魯馬這個魯馬 他其實 在執行的都是一個 排斥華銳的做法 即使他是 跟華人合作 也好 他現在正在做的事 為什麼我一直都反對別人 去馬來西亞買樓呢 就是因為 他是會排斥華銳的 你的臉是黃色的 他會提出一個政治的問題 為什麼呢 這個原因就關係到 這個 阿丁佛要說一下 原因其實也是 最壞的 最壞的 都是中國共產黨 這個有關的 這個有關 馬共可以說 這個馬共當年 其實是 他是想奪權的 因為 本身 陳平 馬共這個頭 他在二戰的時候 日本 打 侵略馬來西亞的時候 他是原本和英國合作的 是 他是去打日本 打日本的 但是完了之後呢 他是想打走英國佬 他是想獨立 走獨立的那一條路線 是 英國佬當然不合他 但問題是 最重要的是 投靠共產黨 可以說投靠 因為當時中共是輸出革命的時代 是 其實不單是在馬來西亞的 印尼也輸出革命的 沒錯 當時中共是 周圍輸出 其實中共在五十年代 是害死整個東南亞華人 整個亞洲 以東南亞為主 因為 以華僑最多 其實馬來西亞和印尼 為什麼排華這麼嚴重呢 原因就是 主要就是 共產黨滲透 滲透了當地 而他一個蘇哈圖 一個馬來西亞政府 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根本就分不出 你華人誰打誰 你們都是包庇的 你們都是包庇共產黨的 所以他一刀切 就是排華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 到了後來 到後來 新加坡 為什麼馬來西亞獨立出來呢 其實都有些原因 因為 因為新加坡華人的人很多 即是混了下去之後呢 以後 如果真的 日後選舉 一路下去的話 不是輸定的 他近很多 我想起 香港的情況 其實 你說 很多人 有些人 高舉這個反共的歧視 就看到這個問題 香港的情況有點相似 你那個人口的問題 到底大量的國內人 來香港 到底那些人 跟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 是不是做了別人的棋子呢 我們都分不了 不要說大陸你來啦 香港本身也很多人做了共產黨棋子啦 是不是呀 為什麼是說他完全對抗不了 基本上是不好的 錢他是最多 人他是最多 資源他最多 什麼都多 基本上他什麼都不缺 其實他不只是對付香港用這招 從來那麼多年來都是在用同一招 他當年其實滲透 他其實滲透這個馬共 輸出革命 他就是輸出革命 還有支出印尼的共 其實害死當地很多華人 印尼派華是殺了很多人 其實是這個原因的 印尼派華是這個原因的 純粹是因為他們對付共產黨嘛 然後呢 當年是有幾十萬個 印尼的華僑 現在的人叫喬生 來了香港 或者去了澳門 或者回到大陸 那恐當是怎樣呢 來了香港澳門之後呢 因為受到 祖國錦召啊 回去建設祖國啊 就是跟著遇到文化大革命啊 是啊 這是很嚴重的 那些是很嚴重的 那些是被人批鬥的 如果沒有回到大陸呢 我其實認識有幾個印尼華僑呢 他們說話呀 口音呀那些 很重的口音 我認識很多的 因為他們在銅鑼灣有一個印尼領事館 在競食街 他們呢 會有 是因為當年的事 來了香港 其實是在銅鑼灣聚據有很多印尼華僑 因為那個領事館在那裏 變成一帶呢 在那個叫做 現在CEO卡拉OK那裏 那裏有很多印尼華僑 然後那個 開平道啊 殷平道啊 鯉魚山道那裏都是很多那裏 即是在鯉魚 那裏走上去那裏 那裏一堆都是很多印尼華僑的 走斜路上去那裏 因為當年就是 可能到了印尼領事館 其實已經比較好一點了 因為有些真的 受錦召回到大陸那裏是最嚴重的 那些沒了命 很多都沒了命 因為他說你是外國間諜嘛 特務嘛 回來 跌回頭就說你是特務嘛 很嚴重的嘛 那我們再說一下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當年排華 其實也是很多人 屠辣的 因為他當時真的是很血腥的 其實兩個地方就是印尼和馬來西亞 是最血腥的 所以我說 你不會叫人移民去印尼 怎麼會叫人移民去馬來西亞呢 是不是 不看歷史的 對 真的啊 馬來好啊 檳城啊 怡保啊 多華人啊 說福建華啊 搞定啊 吃蝦麵啊 吃海南雞 這些呢 他不搞你就是自可 他突然間有些甚麼 尤其是他政府不如意的時候就找你華人出氣 找你華人開刀 在檳城有一些 超過100年的廣告牌的字 他說呢 那些華人的中文字太大隻 比馬來西亞文更大 就說要拆除 過百年歷史的啦 有幾十個招牌的那些老舖都說要被拆除 最後 搞大件事搞到上國際了 最後不了了之 搞你了 總之你華人有錢就搞你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實這個我覺得本身 這個老馬 他的骨子裏面還是無統過思維 即使他換了 當年老馬其實是對抗這個馬共 他對馬共是很殘忍的 很殘忍的 現在他當你是所有華人都是馬共來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想 所以呢 我是一直都說 說真的 你去哪個地方不要移民 你去台灣好 你去泰國好 這些地方 比較友善一點 馬來西亞文一直都不主張別人去 你說去旅行當然沒問題啦 你在那裏長住 說得難聽一點 馬來西亞有部份是回教州來的 當然不是全部啦 他們基本上 是准伊斯蘭國 他們裏面的禁令 有個回教州就說 放寬那個結婚年齡是14歲 還可以 合法強姦 那個應該是在東馬那邊 總之有個回教州就是這樣 那邊的其中一個蘇丹的王柱都出來批評 根本這些東西是 反人類罪行來的 我們 講講講講到 夠了鐘了 有沒有補充的 對於 關於第二家園 都差不多 一句結論就是中共捉招 如果這個是一個殖民計劃的話 如果是殖民計劃的話 絕對是捉招 不過 因為馬拉本身 這個是排華 其實有一個DNA 是一向都排華的 一向都是當你所有華人就是馬共的 所以 他一見你華人的 影響力一大一點 馬上就落雜了 你看看當年連新加坡整個地方都可以不要的 是的 他寧願不要新加坡都可以 都是防止你華人 因為新加坡當時有200萬華人 他覺得你順利太大 是怕影響到他 他怕將來影響到他 所以他直接不要新加坡 這節時間差不多 馬人馬地戰勝一帶一路好 可以這樣說嗎 說真的他的馬人是不包括你華人的 他純粹是馬拉人 或者叫無人 通常人們就 正式來講英文不包括你 就說馬拉就可以了 這節時間又夠了 我們做了幾個節節都超時 大家都 收拾東西 拜拜 下次再見